中国大陆海警又在南海滋事 这段由菲律宾渔民拍摄的主观镜头就可以看到 大陆海警搭乘浅蓝色的橡皮艇 锁定了菲律宾的渔船疯狂追逐 甚至还登船威胁渔民 冲突是发生在这个月的12号 菲律宾的渔民本来只是在黄岩岛附近作业 却被大陆海警当成小偷 强迫渔民把捕获的扇贝通通盗回海里 否则不准他们离开 菲律宾渔民脱困之后立刻向政府申诉 只是大陆为了争夺黄岩岛的主权 频繁骚扰附近作业的船只 无奈菲律宾海警的船舰就比对方少 只能被动护航疲于奔命 我们只能够准备数量的渔船 但我们不能够认为24x7的船舰 非国海警官员认为 北京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压霸 不敢期待能靠外交途径解决南海纷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